10月份是全球乳癌防治月 呼吁全美华人不只要注意健康 同时要更新防治乳癌的新知识 美国癌症协会表示 全美每年都有上万人被诊断出可能患有乳癌 不只因为在美国乳癌是女性中第二常见的癌症 且同时也是第二高的癌症死亡病因 每年造成大约4万1000名女性与近500名男性死亡 即便情况如此险峻 但值得高兴的是 在医疗技术进步与所有护理人员的努力下 美国乳癌病患的5年生存率如今已经提高到90% 且研究也发现大约有一成的乳癌患者 属于家族遗传性疾病 至于最有效的乳癌预防方法 仍然是定期自我乳房检查 与每年看医生做健康检查 而且建议两者都要 主要原因是处诊依然无法侦测出零期或第一期乳癌 因此透过自己与医生的努力 只要贯彻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就可以进一步降低乳癌死亡率 东四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